庆祝祖父母节家庭教育中心的亲子列车开到了玉里 玉里镇长江东城他亲自到达会场 一起在家东树下舞动共读DIY闯关 玉里镇里图书馆也陈列了祖孙相关的绘本主题书展 80多位的爷爷奶奶还有小朋友们共读画面很温馨 路人直称赞祖孙雄赞啊 每年8月份最后一个星期日就是祖父母节 适逢开学之际 玉里镇家庭教育中心为了响应教育部推展家庭伦理教育的政策 唤起民众对国内人口高龄化的重视 鼓励并且启发祖孙之间的代艺互动学习 在祖父母节前夕举办了祖孙亲子体验娱乐营 祖孙雄赞的系列活动 勉励 这个做阿公阿婆的事 应该是这个天地的负担 做爸爸妈妈的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 真的真的 另外一个有时间的话多陪小孩子 他的成长就这么一次 这是我个人的这个什么经验啊 普通内容是以祖父母节感恩传承为主轴 由祖孙走秀揭开学目 其中黄石基爷爷带领16位家人祖孙三代同堂一起来走秀 阵容好大 欢迎大家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一个主题书展 当然啊 我们明天就祖父母节 所以我们今天排的是爷爷奶奶所有相关的故事 现场身体力行帮忙爷爷奶奶拍拍间 全学背 充分展现祖孙情怡最生活化自然的一面 祖孙雄赞画面为活动画下完美句点 记者高双双玉立正采访报道